沙漠中成功地栽下一棵棵树苗,形成了一条长20多公里,宽7.5公里的防护林带,生态林面积达到11.5万亩。 沙漠侵袭被组住了,家园保住了。 然而,随着绿色长城在沙漠中不断延伸,新的问题出现了。 随着防护林面积增加,管护费用也逐年增加,当地有限的财力捉襟见肘,缺人,缺钱,生态防护工作如何持续下去。 为了弥补自杀资金的不足,从2002年开始, 钱墨县开始尝试探索乙林养林的道路。 2009年,钱墨县在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的技术支持下, 开始在河东制沙基地种植缩缩和大云,缩缩耐盐碱、耐干旱,能防风固沙。 寄生在缩缩根部的大云,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能让沙漠产出经济价值。 市众成功后,钱墨县开始探索引进社会力量,投入自杀工作的道路, 线上采取承包治理,开发经营,收益归集的招生原则, 引进企业参与防杀自杀生态建设。 我们要的是生态环境,对私生企业来说呢, 他们可以得到经济利益和帮助我们一起搞生态建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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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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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素有沙漠人参之美誉 目前 浅墨县人工接种的肉葱绒 面积已达到6.5万亩 成为新疆南部最大的肉葱绒种植基地 产品远销国内外 浅墨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 全县三分之二的面积为沙化土地 县城四面环沙 犹如一座沙漠孤岛 生态环境极为脆弱 多年来 在防杀制杀的工作实践中 浅墨人民积极探索发展生态经济型产业 在缩缩林下接种肉葱绒 走出了以生态产业养生态工程 可持续发展的路 田来群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肉葱绒种植户 2017年 他尝试着在缩缩林中套种肉葱绒 肉葱绒带来的经济效益 让他看到了向沙漠要效益的前景 经过几年的摸索 田来群套种的肉葱绒面积已达两千亩 目前他已经收获了三十多吨的新鲜肉葱绒 2017年我来到秦末 看到当地人为了防风固杀去种树 我也加入了他们的团队 开始在秦末种缩缩林 种防风固杀林 同时也在种大云 在这过程中也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经过多年的实践 且墨县成功探索出缩缩根部接种肉葱绒的产业化制沙模式 与此同时 且墨县积极将沙漠化治理与经济发展 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有机结合起来 使肉葱绒的种植更加智慧化 切磨县开准之后风沙比较大 最多动的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挂缝里和把这个关子 飞到其他地方去 他们经常吃不上水 让植被枯死 后面我们在摸索当中 发现我们自己用贴司做的植被针 把这个关子固定到这个沙漠中间 这样子我们这个植被和大云 全部能吃上水 肉葱绒的分收 给切磨生态制沙工作 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也解决了生态制沙成本高的瓶颈制约 今年我们终止大云的面积 已经达到了6.5万亩 预计今年春季和秋季 我们可能达到1400吨左右的新鲜大云 从中收益的农民有5000余人 目前 切磨县通过招商引资建设 股份制经营 发展乡村集体经济等多种经营方式 积极探索发展沙漠种植 生态旅游 生态养殖 观光 休闲等产业 通过不断拓宽杀产业发展渠道 已走上了一条以生态产业养生态工程 可持续发展的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